Hello 大家好 煞姐 今天當然盡得熱烘烘 說國安公署出了一封信 叫某些人給他一些資料 強制拿一些資料 又說找了五十多人 暫時還未拘捕 所以煞姐就不跟大家說 等多些花生、薯片、買一罐汽水再跟大家說 今天想跟大家看一則 一個約六十歲的公屋戶 他在二零年一月回內地去拜祭父母 誰知道疫情就爆了 這裏東網就說母親有脅了 所以就專程寫信給房署說明難處 他以為房署收到封信 所以就沒有繼續留意 同時他也指手機已經沒有通話費 所以聯絡不早上房署 到了12月內地逗留了整個月 不是整年之後 12月1日回到香港 他才知道他的房子被房署收走 所有家黨都被拋走 和換鎖都換了 他就向當地區議員求助 亦都表明繳付租金是租會英剛負的責任 但是他因爲新歡疫情 所以未能回香港 希望區議員幫他寫一張紙 所以可以因素安排 再給他一個單位 另外有些報道 房署說沒有收過他的封信 有些報道說房署沒有收過他的封信 房署說他拖欠了3、4、5月的租金 所以在6月的時候他就收回他的單位 房署說恐慌有人濫用公屋資源 所以這樣做 這件事我覺得兩邊都有問題 我覺得兩邊都有問題 有些人說他有視障 視力只有兩成左右 總括來說 總括了其他其他人的事 我覺得兩邊都有問題 第一就是這個王先生 他說他一月初回去拜祭父母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應該欠的租金就是2、3、4月 不應該欠3、4、5月 那2月呢?你交了租金嗎? 那2月呢?你交了租金嗎? 即是你一月初交了兩個月租金 是不是這樣呢?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 有些報道說他是視障 視力只有兩、三成 視力只有兩、三成 你不需要人陪你 又可以回到上去 數目 拜祭 這個也是我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視力只有五成 我也相信你可以回到上去拜祭 但是你視力只有兩、三成 你還敢再上去? 我又覺得奇怪的 第三件事 他說他寫信下來給房署 他這麼清楚房署的地址 就是說他上網 是不是? 而他說他以為房署收到 所以沒有理會 我想其實有兩個 令我懷疑 其實 你電話沒有數據 什麼都好 這個世界有錢就可以 而且不是很貴的 如果你打回來 現在很便宜 如果你不需要數據 即是你隨便去一間市多 你說打回來香港 他有這個服務 他就會收你幾雞 你可以打去房署問一問都可以 或者你直接打去 區議員 叫他幫拖都可以 那你不需要的 你可以 我們樓下座頭都會有些電話的 你不就叫座頭通知聲 叫他找那個業處幫幫忙 可以的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說很多人上面被滯留 另外一個問題 你再不是 你找內地一些官員也好 派出所的人都會幫到你 上面的中旅社都可以幫到你 他一定可以幫到你 正如工聯會為什麼可以在疫情期間 都可以運到藥上去 工聯會就是有特定的渠道 而且他特別批准 所以其實你有很多途徑 你是不可能說沒有電話打到的 不可能 你住哪裡 是不是 難聽說內地 現在連農村養豬養牛養鴨的地方 都可以收到4G4格滿的話 你告訴我沒有網絡的 其實是不存在的 你只要找到人 你放下幾元就可以打電話 這間屋對你這麼重要 難聽說一句 你今天被人趕走 你在這裡說可憐 我不是說他不可憐 但是大家知道 這間屋對你很重要的時候 我覺得你一天未確認 防署的態度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打路的叫 但是你說你寄了一封信 就沒有理會 究竟你是寄了一封信 你沒有理會 還是你由始至終都沒有寄過一封信 因為防署說沒有收到 而你自己都說 你的電話數據沒有了 所以你寫信 那你又怎樣知道防署的地址呢 防署香港的地址 你又怎樣知道呢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疑惑 這個就是我的疑惑 第二的疑惑就是 防署 我又不是疑惑 第二個就是防署是有問題的 某程度上我都覺得有問題 我房署說他沒有交租這麼多個月 所以就 3、4、5月沒有交租 所以6月就行動 我這個覺得是有一點問題 第一 房署是會知道租戶的年紀是多少 你就是想盡辦法去通知他 你5月到5月沒有交租 你6月就行動 你快不快一點 如果那個老人家是60 的話 那你是不是有時候 你可以多給一點時間呢 不是說 傻姐幫任何人 有些人就等著那間公屋 就會在那裡鬧傻姐 什麼什麼什麼 第一 如果他的一人單位 他都幫不到你什麼 如果你是家庭的話 就是這樣說 我上次那輯都說了 如果我那個一人單位 我退出來的話 對你們3、4個人的家庭 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因為不關你的事 如果他是一個人 他可能只有1至2人單位 其實對一些家庭來說 是完全不關他的事 第二就是 房署 這個你又這麼快 搞得怎樣 為什麼我們有很多父母 有很多 真的丟空左間屋的人 那你又不踢他走 有很多在寬塘湖 有很多是 有些人直接拿來做貨倉 房署你那些又不踢走 這個你又踢行的這麼快 你又說不要霸住公屋資源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何止這個黃山 起碼我告訴你 起碼有過萬個黃山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疫情期間有更加多這類人 因為疫情期間很多人都滯留在上面 可能整個家庭滯留在上面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記得那次說 疫情期間有兩三十萬人 香港是滯留在上面 香港 我不用多 我有10%是住公屋 你都有兩三萬人 那你是否要趕走 那為什麼就是這個出聲 其他人都不出聲 那為什麼你這個這麼快的行動 其他人都不去行動 那些公屋父母你為什麼不去行動 所以我覺得 我沒有說誰對誰錯 不過我覺得兩個都是有問題 那所以就 大家不需要太上心 我覺得這個 起碼在莎姐來說 某程度上都是花生來的 因為我覺得兩個都是有問題 差在究竟誰謊多些 誰謊少些 還是誰邏輯性高些 還是低些 那大家繼續報一下 那通常都會的 房署最後都是會跪低 因為一有區議員 房署就會跪低 這個是很有趣的 這個是很有趣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你 講完那個秘密 你們知道 我記得 2017年 即是2017年頭 我就由3樓搬到現在這個中層 單位 是同一層樓 同一個高度 其實那時候我講的理由 我就想說要調高一點 因為大家知道3樓是低座 其實就很吵 是不是莎姐說 你莎姐說你不太介意 你住就可以了 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我初初搬進來的時候 我們這裡是很寧靜的 很寧靜的 開始2016年 開始佔中佔網 接著就開始越來越吵了 下面 吵的原因就是很多年輕人 越來越不自小 在下面聊天笑到 哈哈聲 很多時候下面的車人都不自小 例如他拍駕車在那裡 就拍駕車在那裡 你為什麼要吵音樂 吵到3樓都聽到你吵音樂呢 是不是 因為3樓我們始終是低了 又面對山 回響是很大 接著就 睡不到 其實這個都不是莎姐覺得 是後來都出了通告 就說叫人家 以後 晚上那些 不要坐在那裡 聊天這麼大聲 不要勸話 人家是要睡覺 那 後來真的睡得 睡不到就太吵了 真的吵得很厲害 所以就 我要求 就說 可不可以吊高一點點 本身我自己都不是睡得好的人 加上這些吵雜聲 我更加完全是 基本上 一晚都睡不到2-3小時 所以 於是他就 沒有理我 當年你們知道很清楚 沒有理我 後來就 找了區議員寫了一封信 我真的說 我醫生也有幫忙寫 其實 我現在狀況真的很差 真的睡不到 那區議員一寫封信 下面管業署就立刻做事了 因為 為什麼要管業署 因為我是想要回我這裏的 我不想搬來搬去 那管業署就立刻 那個主任就打來 其實李小姐 你不需要找到區議員 那區議員 你們跟我說不可以 問題是 我跟你們追了很多次 問了你 你依然是沒有反應的 所以區議員一出水 他們就立刻 立刻煞了 後來 本身就會在下面 下面少少的 但我說那不是更吵嗎 因為我現在不是要 為了風景漂亮或者性而要高座 我真的想安靜地休息 但你如果要在下面 剛剛是對政巴士站 我會更加人來任 我會更加吵 而且那個廣場 有人會不時搞功能 你真是想我死嗎 然後 再幫我調到剛剛好 這裡 因為區議員一出聲 他就剛剛好 幫我調回這裡 剛剛有個單位 為什麼會這麼巧調回這層 我就是原先收到風 聽聽各位先收到風 因為那時候 我幫了管業署一個很大的忙 因為 那時候我住三樓 樓下二樓的那個人 長期不在 為什麼我知道他長期不在 因為我之前 初初進去的時候 廁所旁邊沒有一個洞 有個去水位 塞了 我經常 那些水都是 不通的 有時候洗澡 流到下去 它是不通的 會上回來的 那我就經常都說 不如 通過幾次的 那些師傅通過幾次都不行 就說要 看看下面的U型館是怎樣 就要留下二樓的那個 伯伯開門給他 但找了幾個月都找不到他 找了兩三個月都找不到他 那我就每次都要在那個 地台上搏水 下廁所這樣走 那我就跟他說 幸好我是年輕 如果我是一個六十幾歲的老人家 難道每天跟你這樣彎 要不停地搏水 洗澡之後就不停地搏水 那後來真的頂不住 他就 真的找到八八了 那 這個是第一次解決 然後臨走的時候 那個伯伯就發覺 咦 有滲漏的跡象 所以原來就是 我那個刺塔 後面那裡 就不知道可能做得不好 所以就有滲漏的跡象 那個下面的伯伯 就在那裡吵到他們就拆天了 所以呢 那他 就要我 在家裡才拆了我的刺塔 再弄了些東西 那次我就是特意請的 我說 你上次幫我換刺塔的時候 你們不看賣 你現在又要 兩三個禮拜又要我請一天的 他說幫手吧 下面的伯伯吵得很厲害 我幫你啊 結果我幫了手 於是 當他知道 這裡 這裡有個單位 就是我現在這個單位 是和我 同一座大廈 同一個座向 幾一人單位 就是 真是直上的 他就說 你對不對 對我就馬上留給你 所以 他就 我對呀 對呀 然後他就 所以就留了這個單位給我 是預先留 那這個就 我自己覺得 都 好人有好保 所以他就 私底下告訴我 有我就 先留給我 就不放美其他 那樣 那當然你可以說 有些是不合規矩 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是 一換一 就是 我由一個單位 換另一個單位 所以他就可以這樣 但是如果我這樣 插到另一個圈插進來 那我就覺得 不是很合規矩 那就是純粹跟大家分享 所以 所以有時候 犧牲少少都 無妨的 就是有時候 我覺得 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 人家會記住 你這個 小小的因為 而他也有機會 報答回你 那當然我 我是 不是說 大家要求回報 就是 有時候 就不知道的情況下 會有些驚喜 這個真的 有時候是上天給的 小小禮物 那這次就講到這裡 拜拜